520马上就要到了各界检视马总统的执政能力 而五都首长的满意度今天也有最新的调查 根据台湾平面杂志五星首长出炉 分别是台南市长赖清德、高雄市长陈菊 宜兰县长林聪贤以及花莲县长傅昆奇 远见杂志2013年的22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 五星首长分别是台南市长赖清德 高雄市长陈菊、宜兰县长林聪贤以及花莲县长傅昆奇 除了傅昆奇为五党籍外 另外三位五星俱乐部的县市长都是民进党籍 而莱清德满意度高达82.7% 创下历年调查的新高记录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七成七的施政越来越贴近民间 让民众生活改善有感 此外受瞩目的双北也在调查中出现难得的亮眼成绩 经过六年的努力 台北市长郝龙斌虽然仍列三星首长 不过民调成绩不降反升 被解读是包括U-bike、微笑单车、公营出租住宅等 获得好评施政措施 效应陆续发酵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市政成果也开始浮现 获得市民正面评价得到此颗心 明年将进行五多市长选举 蓝绿阵营都在积极布局 民间调查也体现台湾南北两党政治版图 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 新台湾台电视政治新闻中心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